跑不掉 你的路上不平的話 它是會提供你Energy的 路不平都是會提供你很多Energy 在你的機車上 你沒有一個吸收能量的東西 那麼你的機車就會 就會越來越大 欸 你好像在騎馬一樣 你覺得很舒服 但是它會 它會越來越大 震動越大 所以機車 汽車都要小心 這個 不過你們會不會檢查 蛤 你們會不會檢查說 你們機車那個 這個damping到底是還好 趕快是壞的 會檢查嗎 我汽車接手 用來騎車啊 汽車也很簡單啊 騎上去 把它震一震就曉得啦 對不對 你拿起來 那震一震它一直打一打震的話 代表你這個已經摔掉了 你把它震了一下 它就停了 代表你這個很好 好嗎 所以 這個 但是它數學上怎麼講 數學上就是說 數學上就是說 這個每個機車啊 因為對著這個裝飾 這個裝飾每個機車的 都不一樣 每個機車頻率 另外一個想法就是頻率 還有它的 那個叫做主名不一樣 所以一個系統 這個 這樣一個系統 它是透過它的系統的 eigenvalue 那這個pure imaginary 這個就是跟你的震動頻率有關 the eigenvalue裡面的pure imaginary 就是能夠讓你求出它的震動頻率 同樣的這個 這兩個有real part跟 eigenvalue 這個real part跟你頻率有關 這個就跟你這個denting的關 你vue part越大的話呢 不過一般vue part都是負的 還有一個重點 這個pure imaginary 所以這個 eigenvalue 有兩個 因為這個珠百度有兩個 這兩個一定是正負i 兩個同樣的程度 所有的 所有的compressed eigenvalue 它的 它的compressed根據也是看到 這個real系統的一個特性 所以數學家很厲害 它能夠把數學家一個代表 來算出你的 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頻率 來算出你的頻率 所以數學寫完以後 你就要想到說 我這個數學怎麼樣來描述 我這個系統的特性 一般的系統特性呢 都是我們一般所認知的特性 像這種大的特性 就是什麼 它的頻率 正負頻率對吧 那 同樣的 任何系統 我們一般來講 都是用頻率 來描述這個系統 這是什麼也一樣 像 聽懂嗎 有沒有疑問 好 好 那麼 它的measurement equation 好 我們再講它的measurement equation 它的measurement equation 它的measurement equation 同樣的 y的indove y的indove 你假如是用速度來量的話 它y就是速度 用despression量的話 y就是despression 它假如用加速度來量呢 它應該有兩個term 一個是從despression來的 一個是從velocity來的 還有一個是從direction transmission來的 這裡有v來的 有v來的 有v來的 有u來的 所以你要加速歸來量的話呢 它就跟你的despression有關 跟你velocity有關 跟你的force有關 你問你 我覺得你考試一定會啦 啊 作為也會啦 好好聽喔 這個是 這個 這個 對你的應用是很 很有關係的 你寫論文啊 什麼都很關心 好 我們這個休息十分鐘